警察保姆摇身一变成为独老的宅吉修 这是伦天派出所所长余明和和远景江世川 在探访部落的长辈黄老先生的时候 直到他家里头瓦斯炉具坏掉了 而这个所长余明和就拆卸修复组装之后 炉具恢复正常 让老伯伯很开心 我们担心你啊 才来啊 在部落后方身上独具的黄老先生 看见两名远景前来探访就如抓住汪洋中的一根浮沫 一股脑儿的就拉着远景往厨房里钻 因为他的瓦斯炉具毁坏无法阻食 远景二话不说即可处理 罗伦天派出所所长余明和与清区远景江世川 两人玩起衣袖 变身为拆修人员 拆卸炉具 仔细修复 重新组装后点火 炉具恢复正常运作 这时黄老先生才终于露出了笑容 啊 好啦 点火去 所长与情区远景探访部落独具老人 不仅腰身一变成为了宅集休 看见黄老先生屋前走廊满是青苔 生怕老先生因此滑倒受伤 两人既来之则扫之 即刻清除青苔 维护老人生活环境的安全 令黄老先生倍感窝心 更盛赞轮天所贴心的照顾 本所同仁担心黄民安危且住处为老旧木头屋 于是本所同仁共知自证物资宇黄民 在与黄民对谈之中 告知警方瓦斯乳坏掉了 以是带头警方进入厨房 发泄该瓦斯乳点火器生锈 发泄该瓦斯会漏气 经警方修理后可正常使用 所长与情区远景周全且贴心的照顾 提供辖区弱势独老无微不至的关怀 玉里景分局分局长温基辛也很肯定 并表示并持着明包物语 激逆同怀的服务精神 希望让社会上独居的老人 也能够受到妥善的照顾与关怀 和东中过一个平安的好年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